各位学员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我们正式讲解第七章 长期股权投资与合影安排 去年这章在第八章 而且它叫长期股权投资与企业合并 但是今年教材把企业合并的内容独立成章 放为第26章 所以说这一章的章节名称 就从长期股权投资与企业合并 改成了长期股权投资与合影安排 实际只是把企业合并的内容给它剔除掉了 因为原来合影安排的内容 在我们教材上本身就已经有 这是我在讲课之前给大家进行的一个说明 那下边我们看一下本章的考清分析 这一章属于非常重要的章节 而且相对来讲 它的综合性非常强 难度非常大的章节 我用了三个非常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讲课之前 一定要给大家贯穿一个思想 你可能前六章听一遍 做一遍题 哦 行了 没问题 但是这一章 你说我只听一遍课 做一遍题 我就能理解个七七八八 我觉得够呛 我去年的事 我就跟很多学生说 这一章至少听五遍 后来有些学生跟我说 老师您这么跟我说压力太大了 我可能坚持不到五遍 我就放弃了 我今天不这么说 换个说法 您听到您认为会 我认为会做题就可以 这总行吧 那么这是前面给大家开的一句玩笑 这张还得多下一些功夫 那么这一章主要涉及的内容 包括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 后续计量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 就是核算方法的转换 这个转换呀 因为今年随着我们 第22号准则金融工具准则的变更 导致这个转换呀 有一些内容会出现一些偏差 那么我们这张教材 有些内容呀 是说到错误也好 说的有争议也好 包括讲课时有些点 我也会给大家提到 那么大家注意到就可以了 当然还有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核印安排 那么在这一章 首先客观题可以出 这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然后主观题也是经常出到的点 而且大家要明白 这一章长期股权投资 是在个别报表的账务处理 而我们后边讲的 合并财务报表明白啥意思吗 这俩是天生绝配 所以在主观题当中 可以结合着合并财务报表呀 所得税来出题 因为他们关系非常密切 这是在讲这一章之前 我给大家进行了一些考情分析 那么下边看一下教材的主要变化 这一章主要起的一个瘦身的作用 因为我们现在教材多了一个第二十六章 他把去年关于企业合并的内容 整个都抽离出去了 单独放在了第二十六章 比如说第一个 把企业合并的界定和企业合并的方式的相关内容 并到第二十六章 叫企业合并这么一个章节 另外把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处理原则 也并到第二十六章里边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种 就是把货有堆价 他的账务处理也并到第二十六章 还有一个返乡购买 本来就是合表层面的账务处理 他也给他并到第二十六章 还有一个将被购买方的会计处理 也并到第二十六章 所以这张主要起的一个瘦身的作用 这是这一章的教材主要变化 那么对于这一章的基本结构框架 首先可以明确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教材分几节 但是我在这把这一章一共是分成了四节 那么教材自然应该是五节 我没有完全按教材的顺序去讲 所以大家学习的时候 你也注意一点就可以了 你按照我的讲义把这个东西弄会了 你说我想看教材 按照教材的顺序去看一遍 没问题 因为知识点我都会讲到 我只不过觉得这样安排 可能对大家学习起来更有利 比如说我的第一家叫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 一共讲了九个问题 比如说长期股权投资 你什么时确认 什么时可以把它记得你的账上 作为一项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初始计量原则 这是第二个问题 还有我一次性咔嚓一下买股票 买80%已经达到了同一控制 这种长期股权投资如何处理 多次交易分布实现 合并同一控制下如何处理 等于同控有个一次交易 有个多次交易 同样的道理 非同控也会有个一次交易 有个多次交易 那么然后有一个不形成控股 合并的长期股权投资 这是等于是两个是控股的 一个是不形成控股的 最后投资成本中包含的已宣告 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权和利润如何处理 那么还有一个内容就是第九个 也是我们教材2017年新增的一个内容 也就是说在一项交易中 我既可能从最终控制方购买股权形成控制 同时也可能从其他独立外部的第三方购买股权 我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我们总的原则是 视为先控制再买少数股权 这是第一节的内容 就这九个标题 我总也得讲一会儿吧 大家看的是总也得看一会儿吧 这是初始计量 那么第二个 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 主要是两种方法 一个叫成本法 一个叫权益法 成本法非常简单 我讲个社会告诉你 就是四个字 见钱眼开 而对于权益法来说 大家注意它是难度非常大的一种 而且要做多项调整 所以说权益法我坑之坑之会讲好几个小时 那么第三节是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 转换这一块随着22号准则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准则的变化 这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 尤其涉及到公允价值计量 那么当然还有长期股权投资的什么处置 这就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第四节 叫合营安排 这个合营安排呀 去年教材乱七八糟的都揉在前边内容里边一块说了 今年他把它独立成第四节 这个还是很好的 所以我在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给编书的老师给一个大大的赞 这是四节内容 所以我在这已经说过了 我讲课的顺序跟教材的顺序可能有所出入 所以大家你看讲一时按照我讲的顺序来就可以了 而且说实话 教材的内容也不一定有多全 他可能欠缺一些东西 我希望在这把这些内容给大家都说的全一点 经常会给大家补充一些内容 这是前边这款内容 下边我们看第一节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伎量 什么叫初始伎量 就是您得到这个长期股权投资时 等您在账务处里程做借长期股权投资 您后边该寄多少钱 这就叫初始伎量 我们下边先看第一个标题 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 是先有确认后有几两所谓的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及其基本原则 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标题 先看看什么叫确认 所谓的确认就是你买了人家的股权投资方能够在自身账簿和报表中确认 对被投资单位股权投资的识点 也就说我如果把长期股权投资理解为一种权利 理解为一种资产 你什么时就可以认为它是你的权利了 你什么时就可以认为它是你的资产了 这个时点我们做的事就叫确认 那么在这既然提到确认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几个概念 也就是说一个叫购买方 一个叫购买日 一个叫合并方 一个叫合并日 这个大家一定要听清楚 那么在这我先慢慢的跟你说 首先呀 我们买股权有两种 一种叫同一控制项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叫什么呢 非同一控制项 这俩有什么区别呢 听好了 将来你同一控制项 我们将来称之为是什么 合并方 然后称之为是合并日 而我们非同一控制项 将来我们称之为什么 购买方 称之为购买日 那这俩到底有什么区别 听懂我说的话 不论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还是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你要跟我谈合并 一定要满足两个字叫什么 大大的给你写两个字叫控制 你什么时候能控制我 你什么时候买我的股权 才能叫同一控制项 和非同一控制项 那么在这当达到控制那天 或者说取得控制权那天 我们把它称之为合并日或购买日 但是这个叫法不是下叫的 如果你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达到控制那天叫合并日 如果你是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你合并那天我们把它称之为是购买日 那这俩有啥区别呢 我后边再等给大家说 那么我可以通俗的举个例子 同一控制下呀 就是这个意思 你原来给您爸当儿子 您现在变成了给您叔当儿子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把给您叔当儿子 这一天叫合并日 那么为什么叫同一控制下呢 因为不论你给你爸当儿子 还是你给你叔当儿子 你都有一个同一个爷爷 你不能说将来见的爷爷 你就说嗨 不可能这么说吧 这是我们所说的同一控制下 叫合并日 那将来谁把你抱走了 你叔把你抱走了 所以你叔叫合并方 这是我给的第一组概念 那么第二组概念 就是您压根跟我没有丝毫的血缘关系 您就是我从外边抱养的 当我抱养您的时候 我就叫购买方 我抱养您那天 我把它称之为是购买日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论是购买日也好 合并日也好 一定要取得对方的什么控制权 只不过非同控叫购买日 同控叫合并日 同时买股权的那一方 在同控下叫合并方 非同控下叫购买方 这些概念 我相信大家应该要能区分开 我后边会一个一个去讲 逐一去讲 慢慢你就懂了 那么在这提示大家一句话 我们所谓的同一控制下和非同一控制下 一定是以控制为前提 我们一般控制一般情况下判断标准 至少认为持股比例达到50%以上 但是我想跟你说两句话 是不是所有持股比例达到50%以上的都叫控制 不是 有可能你持股100%依然不能叫控制 这是第一个特例 第二 是不是没有够50%的一定不能叫控制 也不是 可能我持股30%我就能控制 那有人说你这不是乱了套了吗 怎么就算控制 怎么就不算控制 后边我们合并财务报表那一章 我去跟你讲 在这儿 我只简单的给大家理解为一般情况下 50%以上的持股比例 就算达到控制 那假如说啊 我是2017年1月1日买了一个20%的股权 控制了吗 没有 那么这一天能够叫合并日吗 不能 能够叫购买日吗 不能 这一天我只能乖乖给他起个名称 把它通俗的叫做交易日 然后我到2018年的1月1日 我又买了20% 是不是此时累计是40%了 那么达到控制了吗 假如说依然没有达到 这一天仍然只能叫什么 交易日 后来我到2019年的1月1日 我又买了20% 我累计现在是60% 我可以他的实时告诉你一句话 我达到了控制 那既然控制这一天取得控制权 这一天我们就要给他 不能叫交易日 那叫什么 在我们同控的情况下 我们把这60%这一天 也就是2019年1月1日叫合并日 如果是非同一控制下 我们简称非同控 把这一天叫购买日 而在这之前的两个日期 我们只能把它叫做什么 交易日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听清楚 那么下边我们看小标题三 对于企业会计准则来说 如果对于联营企业 有一个新名词吧 那你能告诉我什么叫联营企业吗 如果是联营企业 实际上我们经常说要构成这个标准 是你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企业施加什么 重大影响 这都是后边要说到的专业名词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核营企业投资 这又提到一个核营企业 所谓的核营企业 实际我们要达到的是什么 共同控制 那么重大影响跟共同控制有啥区别 我给大家简单的举个例子 我先说这共同控制 所谓的共同控制啊 我经常把它理解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 什么意思呢 经常举这例子 比如说一个女孩出门 她穿高跟鞋 她父亲说你今天出去穿高跟鞋 我就打伸你腿 她母亲说你就出去穿高跟鞋 我看她敢不敢打伸你腿 这时这女孩能出门吗 意见不一致不能出门 实际这种情况就叫共同控制 必须是父母完全同意你才能出门 这是父母对子女的关系 我们把它称之为是核营企业 那么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叫联营企业 它是因为有了重大影响 叫联营企业 啥叫联营企业 实际我经常把它比成爷爷奶奶与孙子 孙女的关系 你爷爷奶奶现在对你很好 他是想限制你出去穿不穿高跟鞋 没有一毛钱关系 他就希望你老子能给他端完水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重大影响 重大影响强调两个字参与 我后边会再单数 那么说了半天重大影响叫联营企业 共同控制叫核营企业 那前边说了半天的这个控制叫什么 如果我能控制你 那么我叫母公司 您叫子公司 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把它区分开 那么对于准则体系来说 对联营企业和营企业投资 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你何时确认为资产 所以你只能遵从对资产的界定 资产查界定 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金额能可靠的计量 满足这俩条件 我就可以把股权投资 确认为我投资方的资产 这是没问题 那么然后往下说 我们准则规定了谁 对子公司 也就是达到控制的这种投资 十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同一控制下 简称同控 我们是在合并日 非同一控制下 简称非同控是在购买日 我确认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啥叫合并日 啥叫购买日来着 取得控制权那天 叫合并日 购买日 在这之前呢 只能叫交易日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三个 第四个 实物中对联营企业 也就是爷爷奶奶 对孙子孙女的关系 这叫参与 重大影响 合营企业是父母对子女的关系 是共同控制 这些投资 一般会参照对子公司控制 子公司不对他的控制吗 长头的确认条件来进行确认 这是基本原则 那下边我们看具体确认原则 当我能控制您的时候 我叫母公司 您叫子公司 我对您的投资 一般是在合并日 同一控制下 购买日 非同一控制下确认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我在合并日也好 购买日也好 我判断的时候 满足以下条件 我就认为实现了控制权的转移 这个一共有五条 这五条 我希望大家把它背下来 这两年考的少了 但是头两年住的会计师 经常在这考题 劈啦啪啦给你七八个日期 问你哪一天是合并日 哪一天是购买日 然后问你为什么 你就尽量靠着这五个条件去答 所以这五个条件 我希望大家尽可能的把它背下来 那么比如说这五个条件的第一个 结合并合同货协议 以货股东大会通过 可能这么讲解起来 可能有点太空泛了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男孩子追一个女孩子 追了八年马拉松的这种恋案 那么终于要结婚了 我就以他们聊要结婚这件事为转移 那大家想一想 你这女孩子如果跟这男孩子结婚了 到了他们家之后 你是不是在他们家就能做主了 那么什么时候就可以断定 你从哪天就能做主了 我们要满足这么几个条件 第一个 结合并合同货协议 以货股东大会通过 也就是说双方父母肯定已经同意了 你这件事才能往下进行 没错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其合并事项需要经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的 以获取审批 您说您俩结婚了 不算 您必须到民政局领起了结婚咒 民政局不就是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吗 这是双方家长同意了 是股东大会通过 然后民政局通过了 是国家有关部门审批的 以获批准 第三 参与合并过方 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已经办理了必要的财产转移手续 您为了跟这女孩表忠心 您就说老婆 等将来结婚了 我的工资卡全上交给您 你没上交了 等你一上交就后悔 因为那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您把财产已经都转移了 工资卡给了人家 你为了让您安心 你说老婆 我买这房子写上脏俩的名 这都是必要的财产转移 那么另外财产转移 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呢 就是你该办理 转移手续的已经办理完了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合并方或购买方 已支付了合并价款的大部分 其实就可以理解为我们所说的彩礼钱 大家想一想 每个女孩子不见兔子 不撒硬呀 尤其是现在农村的女孩子 可能就会要彩礼钱 比如说要八万呀 十万呀 你没有把彩礼钱给人家 人家肯定不会给你结婚 一般在我们会计上还没那么势力 一般认为超过50% 那么我们就算满足了条件 当然剩下您没给的 一定要有能力 有计划支付剩余款项 这是第四个 那么第五个 最后一个 合并方或购买方 实际上已经控制了 被合并方 被购买方的财务和经营政策 并享有相应的利益 承担相应的风险 你能告诉谁叫合并方 谁叫购买方吗 现在都是女的管男的 肯定是女的叫合并方和购买方 那么而且被合并方 被购买方肯定是男的 比如说他即使没跟你结婚 他说你工资卡必须全部上交 你今天必须下班六点回来 这些条件您都一一遵从了 不就等于控制了您了吗 享有您工资卡的权利 承担相应的风险 满足这些条件 我们就把它理解为是合并日或购买日 这五条我希望大家通过我讲解的例子 尽量的把它该背的东西背一下 这五个考试师以前年度经常考的 那么例七杠三 这道题是去年教材新增的 就解决一个问题 您何时确认您的长期股权投资 我们看一下 实际后边虽然还没有讲 你看他给了 劈拉巴拉给了好几个日期 而且给了好几个条件 他问你在假公司购买A公司百分之百股权的交易中 在哪一个时点 也就是哪年 哪月 哪日 我可以确认对A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我连年题带给大家分析 大家看一下这道题 假上市公司以下简称假公司 2014年7月20日对外公告 你以定向发行本公司股票的方式 自独立的非关联方收购乙公司 丙公司持有的A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 啥意思呢 就是我把你乙公司跟丙公司 我把你赶跑 但是我不要不给你好处 你肯定不能走呀 那我就给你一些我自己的股票 让你们走 其实我给了乙公司和丙公司的股票 他们俩是不是就成为我的股东了 这是后话 反正我现在取得了A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 那么他说的很清楚 是向独立的非关联方 收购乙公司丙公司持有的A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 如果我跟A公司没关系 那这时候实际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非同一控制项 因为我跟一饼没关系 如果我才知道跟A公司没关系 那不就等于非同一控制项吗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是非同控 假公司就应该叫购买方 是我买股权 谁叫被购买方 来着A公司自然就叫被购买方 双方签订的并购合同中 约定对标的资产A公司的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6月30日 这个日期应该是不算数的 为啥往下看 以评估确定的该10点标的资产价值为基础 假公司逆以美股6元 你打算以美股6元是真的吗 不是 我们会计讲究实际发生 公告前60天假公司普通股的平均市场价格 在价格购买A公司原股东所持全部股份 原股东不就是乙和饼吗 合同中同时约定 在评估基准日至假公司取得A公司股权期间内 A公司实现的净损亦归假公司所有 那么他说该并购重组事项的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比如说第一个 2014年7月16日 经假公司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购买方 乙公司丙公司各次决策机构批准 这不相当于是经过双方父母同意吗 好 双方父母同意只满足了其中的第一条 第二 2014年7月20日对外公告 这没问题 第三 2014年10月22号向有关监管机构提交并购重组申请资料 要有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的以获批准 可以把它理解为民政局吧 只有民政局的批准行吗 还不行 你得给彩礼 2014年12月20日该重组事项获监管部门批准 10月22申请的12月20日获批准的 这是第四个 那么看第五个 2014年12月31日假公司取得监管部门的批文 也就是说股东大会已经批准了 有关部门也已经批准了 当日假公司对A公司董事会进行什么 改组在A公司7名董事会成员中派出5名 等一下 您是哪天7名董事会成员派出5名的 是2014年12月31日 这天很有可能是我们所说的什么购买日 或者叫合并日 在这道题如果是非同控 他应该叫购买日 往下看 同时买卖双方当日办理了A公司有关财产的交接手续 是不是从这一天开始我就可以行使权利了 没问题 再往下看 A公司章程规定 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由董事会决策 重大的生产经营决策需要经过董事会成员半数以上通过实施 慢点 重大决策经过办数以上实施 我现在7名董事会成员我派了5个 我已经够办数了 没问题吧 往下看 涉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情愿等事项 需要经过董事会全地成员一致通过 我们所说的控制 主要指的是日常经营活动的控制 可不是非的是所有事项我都要控制 这是我们所说的 扩2-5 那么实际我是从哪天就能控制的 2014年12月31号 好 扩2-6 2015年1月6日 那么完成了注册资本的验资手续 A公司于当日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股东并获批准 其实呢 这些手续只是在履行程序 在这些手续办理之前 12月31日 我已经能控制A公司了 2015年1月28日 甲公司在有关股权登记部门完成股权登记手续 这俩是不是只是在走程序呀 但是走程序之前 我已经能控制A公司的时间 是2014年12月31日 其实这一天就应该叫做我们取得控制权的日期 他问你 我应该在哪一点确认A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给了一个答案 首先 甲公司对A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时点 我们要判断一下 他是同控还是非同控 不是说了吗 你是从非关联的乙公司和丙公司买A公司的股权 所以说 如果我跟A公司本身再没有关系 那他自然是非同一控制下的结合并 那么我们就应该确定的是购买日 那如果是同一控制下呢 我们确定的是合并日 这一点大家要清楚 那么后边他简单的给你描述了一下 你甲公司在这一项并购重组中 外部机构批准的时点是2014年12月20号 但是批准之后您真正改选是12月31日 那么您是在12月31日进行什么控制的 虽然后边还有两项程序并没有完成 比如说工商验资的登记手续 现在还用验资吗 不用了 比如说股权的登记程序 这些实际上条件均已经具备 我只不过晚去了两天 我是履行一个程序性的工作 它并不构成我实质性的障碍 所以结论是什么 我就可以把2014年12月31日董事会改组 这一天我给他定为什么购买日 就这意思 但是在整个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 我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案例去年加的一直没舍得删 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看一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 您不是说标的资产从评估基准日到股权转移日之间 标的资产的净损益归属问题是否影响购买日 您前面明确的跟我说过 这一段时间如果是损益有变化归假公司所有 那么实际上它影响不影响购买日呢 不影响 这是我告诉你结论 为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购买日的确定我要看的是什么 控制权是什么时候转移的 而您告诉我评估基准日到股权转移之间 净损益不是归假公司购买方所有吗 但实际您在评估基准日时这个交易发生了吧 没有发生 实际在后边有关审批资产转移 包括生产经决策注的 根本就没有发生 所以理论上来说 它没有形成控制权的转移 我们不能将评估基准日定为购买日 哪天控制权转移了 哪天可以定为评估基准日 那有人说这段时间 为什么他的净损益归我假公司所有 比如说我假公司本身拿出一千万 而我现在这个约定导致你的净损益归我所有 其实就等于是我合并成本在变化 无论合并成本多还是少 你影响的是合并成本的金额 你可影响的不是购买日 所以这一段随意的处理不影响控制权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A公司控制权的理解就是何时取得假公司能够控制A公司这件事 您前面不是说了吗 董事会过半数通过实施重大的董事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是哪一天通过这决策 2014年的12月31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我假公司向A派出了五名董事会成员 并且享有其后产生的随意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应该认为控制了A公司 至于说你说的重大事项是必须一致通过的 那么能不能影响我的控制权不影响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判断控制时要看被投资单位的回报产生重大影响的活动 对于你企业来说你持续经营活动中涉及合并分离解散清算 相对来讲是比较特殊的事项 并不影响我假对A公司的什么控制能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还是从2014年12月31日 我就等于取得了什么控制权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你从哪一天能够取得控制权 这就是这个角度 把这道例题好好看看 实际哪天该数哪天算 这是第一个标题 那下边我们看第二个 长期股权投资初始计量原则 所谓的股权投资 有时候我们也成为权益性投资 就跟你买债券也成为债权性投资一样的道理 我给您钱 我给您非现金资产 然后我取得您被投资单位的股份或股权 将来拿到了 我得有一定好处 你可以给我分红 我取得一定的权益份额 实际大家琢磨一下 在这股权投资的过程中 整个过程中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等于我花钱通过股权或股票 那么我形成一项什么呢 金融资产 这个金融资产在我这儿 其实就体现为长期股权什么投资 另外通过以股票或股权为媒介 那是不是等于您得到了钱 您得到了股东的投入 您形成我们所说的股本呀之类的 您形成一项权益工具 所以说我们把股权也好 股票好 把它叫金融工具 一方形成金融资产 而另外一方形成我们所说的权益工具 这个大家不用去深究 等后边我们讲第14章金融工具 还会完整的讲到这块那种 讲的比这儿细的多的多 这是括号一 那么看括号 长期股权投资 所谓的长期股权投资 它主要是为了排除22号准备 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 那块的股权投资 它必须满足一些条件 也就是您作为投资方 您对被投资方实施控制 我买了你80%的股权 但是您还正常金融 我只从您那分红 我只控制您的经营决策 这时候称之为控股合并 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或者叫企业合并 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或者叫对子公司的投资 都是一样的 只要我能控制您 我在你也在 这个过程就叫企业合并 我叫母公司 您叫子公司 而且叫控股合并 所以将来大家提到合并两个字 一定要记住 达到控制权那天 你才有资格跟我谈合并 那么还有一个重大影响 哎慢点 重大影响是谁和谁的关系来着 爷爷奶奶和孙子孙女的关系 我对你好 不是想不想你出去穿不穿高跟鞋 我对你好 是希望你老了能给我端完水 获得一种回报 还有合影企业是什么来着 共同控制 共同控制不就是我们所说的 父母对子女的关系吗 俩人必须一致同意 您才能出门 这种权益性投资 我们把它称之为长期股权投资 换而言之 如果您不能形成控制 不能形成重大影响 不能形成共同控制的 不能属于这一章的内容 它应该属于22号准则的内容 也就是第14章要讲的金融工具的内容 所以这个区分大家要知道 那么我们看话3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原则和分类 首先明确您长期股权投资在取得时应按初始投资成本入账 花多少钱付出多少钱的代价 长头一般就挤多少钱 另外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我们要分别形成控股合并 啥叫控股合并 我在 您也在 我买您的股权对您能够实施控制 我是母公司 您是子公司 形成母子公司的叫形成控股合并 那么当然还有一种是不形成控股合并 没有大的控制 一排除 开始不就是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吗 现在没有形成控股合并 那自然是共同控制的合影企业 还有我们所说的重大什么来着影响 这就是两个 所以这是括号三要完成的内容 这些概念一层一层 大家慢慢多捋顺一下就好了 那么第四个 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内容 他就核算三项内容 要不你能形成控制 要不你能形成共同控制 要不你能形成重大影响 说慢点 如果我是投资企业 我能对被投资企业实施控制 我叫母公司 您叫子公司 将来我对您的长头就采用成本法 后续计量 那么第二个 如果是能够实施共同控制 就是父母对子女的关系 此时应该叫什么 合影企业 我对合影企业的投资 也采用是长头 只不过后续计量 我用的是权益法 这是第二节要完成的 另外 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 具有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连影企业 爷爷奶奶对孙子孙女的关系 我们将来把它理解为是权益法 所以大家会发现只有控制用的是成本法 而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我们用的都是什么权益法 所以我们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方法就是两个 要不然是成本法 要不然是权益法 那么实际讲到现在 我就把长期股权投资 何时确认 包括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我就都给大家说清楚了 这些概念 磨刀不务 砍柴工 多听着 对你后续的理解会很有帮助 千万别到时 我一说到同控非同控 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就不好了 这一讲的内容 我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